Coco早餐 Today's Special 阮实力MIT 我们今天阮实力MIT 非常荣幸了 也非常难得的请到了 这个有才画家 曹温瑞老师 你过去有教书吗 我一直都没有从事教书 但是我觉得好像画画的画家 都要教老师的样子 我可以教你老师吗 对 会觉得好像叫先生不太对的样子 曹温瑞老师 他的作品非常特别 今天我们要好好地为大家介绍 可是老师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因为你这个打开来一看 它不是卡通 或是动画里面的 这种图片的感觉吗 结果都是你用手来画出来的 是 大概就是 这是什么样的作品呢 你帮我们形容一下好吗 因为如果说以绘画要讲风格的话 是比较接近现在在美国 比较有点已经变成阻链了 叫做普普超现实的一个风格 对 但是普普超现实也没有这样子 这个人物或说他的这个角色 这么样的细节 像好像照相机照出来的一样 对不对 这个风格应该是说它是以比较具象写实的手法 是是是 那我是希望希望能够做到非常的拟真 所以有感觉说有些人第一次看了会以为是用一些像电脑的3D绘图在列印出来的感觉 刚才就很不礼貌的问说这个好像电脑画的哦 曹老师就把眼皮这样子往下一翻 这有点像这个电脑画出来的 对不对 这都是你一笔一笔画 你什么时候开始投入这个领域的绘画的 我想我的油彩应该是在20多年前正式开始学习 那我又本来学的是水墨 是 然后呢 水墨画 之后自己学油彩是自学还是 油彩那时候是到美国去再进修 是 那宁愿一直在这个哪个领域啊 而且你是09年以后才好好的专业做油彩绘画嘛 对不对 以前是做一些艺术行政的工作 对大概是20年前回到台湾的时候 当时因为本身对于教学真的没有那个热忱 那我知道我不适合做教学这一块 所以一开始回到台湾为了要有一个稳定的工作 所以一开始就是做艺术行政的工作 在美术馆呢 或者是一些画廊来做专业经理人的一个角色 嗯哼 你做专业经理人之后才开始做画 那09年之后 你第一幅画的这个 像这个你真的这种油彩的作品是 画的角色 你的角色好多哦 我们大家很熟悉的一些卡通片里面的这个主角也在里面嘛 基本上我是用比较后现代的一个方式哦 就是用挪用跟一些拼贴的手法 嗯 把我们现在可能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动漫卡曼里面的角色的人物哦 把他挪到一个像现实的空间的场景里面 就穿越一下把那个这个剧里面的主角跟那个里面的主角两个人 相遇在你的绘画里面 在一个混搭的感觉 混搭蛮有趣的 但是这个你看啊还有蜘蛛人 对不对 嗯 那呃是呃这个这种创作需要 他他有一个一个照片 然后你先用 对 我想 绘画的过程蛮好玩的 这个创作的过程啊 一般有人很好奇问我怎么把这个想象中的画面变成一个 你看得到的一个一个情景哦 我想我的创作方式是先从好像平常会有一些人脑合成的过程 所谓人脑合成就是我可能会有想到一些画面 那当然自己脑袋里面先构思 我里面可能要放哪一些我要挪用的一些经典人物 还有构思我的故事主题跟大纲以后 我会再把我自己收集了好几年的一些资料 开始先在电脑里面做一个初步的一个preview的一个合成的效果 等到我觉得这个画面是我想要的要表达的 非常满意之后我才把这个构图的这个草图再转到空白的画布上面 慢慢的再用这个所谓油彩这个材质 可能就一成一笔 可能要一张都要经过一两个月的时间 慢慢的把它做成一个拟针的一个效果 光影效果出来 哦所以一开始就是用油彩画 不是不需要用什么先画出一个大大轮廓啊等等 不是这样子 是啊还是要跟以前传统一样 一样 要用铅笔稿 太技术了 我们这外行人问的 太外行 用铅笔稿把它画出来 把一个基本的一个轮廓 位置要定出来 是 曹文任老师有一幅作品叫做 我们的世界需要台北101 你帮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你这一幅就是 这是机器人吧 对这是我们以前在飞机里面看到的101 五零年代那时候很流行的叫做铁皮玩具的一个机器人 哦这个曹老师 他知道哦 他自己在 你是差不多 你小时候就玩这个机器人了 对大概是我们那个年代 还没有像现在有很多什么合金超人啊 这种年代的时候 对对对 那日本那时候制造出这种流行世界的一个铁皮玩具 所以你把你这个铁皮玩具 这个把它放在 它是在飞机上 对因为我这个idea开始这个系列的时候 就是构思是一系列的这个虚拟人物 我把它把它放到一个像真实的场景里面 因为我本身非常喜欢旅游 一直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因为在中部的沈路易斯念书 要去东岸西岸去玩的时候 一定是搭飞机是最快捷 很方便的 那我可能跟其他人不一样 大部分上飞机就是在睡觉 那我可能一定是选靠窗的位置 我喜欢去看那个大地上很多像抽象一样绘画的效果的通景 所以你好多都是从高处 从飞机上面所 一个人 一个乘客 不管他是人 或者说你虚拟的人物 跟他所看到的这个景物嘛 对不对 那这个铁皮屋 这一件我们的世界需要台北101 那我这个等于是两件一组的一个作品 那另外一件是我们的世界需要哈里发塔 那我里面的安排设定就是一个是机器人 另外一个像星际大战里面出现的复制人 那里面可能探索的这个主题或许有点严肃 我其实有点在反逢或是在隐喻 现在的教育制度 以及一些工商业繁忙的这个状态之下 人们的这个思绪 有时候常常已经失去了一个自己一个自我的组件 那像教育制度可能我就觉得说 小朋友都被训练的好像是个复制人一样 没有自己的特色 因为为了要去应付考试 所有的教育的重点就是你要考得很好的分数 却没有给小朋友太多 关于人生规划的一个 让他们有个明确的方向 那所谓的机器人就是有点隐喻上班族 可能有时候他是为了生活所需 可是他对这个工作没有热情 就感觉好像老板一个命令 客户一个命令给你 就像机器人一样 要去做这些事情 那这是我一个比较有点 把这两个人物有点在逢逢视现的 这个应该是一个受到很多人的瞩目 这个阿里巴塔 这个是另外 这个就复制人嘛 那为什么每一个在飞机旁边都有一只小 这叫什么 小鲲鱼 这个是鲸鱼 这个是鲸鱼喔 这一只是鲸鱼 红头的那一只鲸鱼 另外一只鲸鱼飞到上面去 另外一只是那个NEMO 那个 对对对 它也是卡通里面的一个主角 然后 所以每一幅画有 其实是真实世界里面 所看到的真实事件 但是用虚拟的方式来表达 我还看到了 您这个有这个叫做冰原之旅 对不对 你看 这个冰原之旅也是从 这也是从飞机上去看 这个就是比较用那个潜艇 或是那个轮船的那个 这是潜艇 对对对 潜艇所看到的北极还有企鹅 当然我这个探讨的主题可能 有一部分是关于人性欲望的部分 像刚才那个台北101跟哈利巴塔 讲的就是 我们一直想要创造一个世界第一的一个角色 好像有这个标杆物可以代表我们 所以现在每个国家都在 尽乡要达到世界第一的一个目的 那我们曾经的世界第一 现在应该已经是排到世界第五去了 第一总是会被超越的 所以这个冰原之旅 就其他每一个里面都有个主题 那这个在这个展示之后 一般我们的观众对你的绘画的作品的回应 这个大致上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些看法呀 我想因为我选用的题材 它是比较 应该算是没有年龄性别的一个合作 对小孩子一看就好高兴要带回家 对所以尤其像小朋友 他们眼中的世界其实跟大人不一样 那我有一个经验曾经在比较中部的一个小画廊去展览的时候 其实在那个社区里面一般大人好像都不会带小孩子去画廊去参观 对小孩子也不太有耐性跑到画廊去嘛对那因为我觉得说这些艺术可以下乡去跟大家分享就海报一贴出来反而是小朋友一经过刚好那张海报是以蝙蝠侠的形象作为诉求的就小朋友眼睛很尖他就看到蝙蝠侠所以就拖着妈妈要进去里面看就一看看到好多就看到很多啊都是他熟悉的人物那我的这个有点取巧的方式希望说这些人物他们耳熟能详的从小就看过了 吸引他们目光以后那希望大人可以透过欣赏所谓的艺术品的这个过程里面 跟小朋友可以分享一下大概是我里面要诉求讲的一些重点问题 对最重要的是这个曹文睿老师他的作品里面透过这些虚拟的人物还到了世界上好多好多的地方去哦 哦 对不对 环游世界各种 长城复活岛这个任何的地方而且虚拟世界里面也有很多的所在之地他他连这个赌城都去过而且这多好去赌城也不会输那么多钱这个去赌城的人是谁 那我用的这个角色是现在已经大家耳熟能详的是美国队长的一个形象哦 哎对他是美国队长的形象跑到拉斯维加斯啊这个啊的这个啊空中去看 但是这个车厢是我用的是台湾高铁的车厢哦台湾高铁的车厢做了美国队长然后看到拉斯维加斯 是的一个沙漠的感觉 他在每个地方都可以用虚拟的方式来想象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不是 大概我的角色现在就像一个拍不会动的一个电影的一个导演的角色一样 我可能会把我想要赋予的人物的精神给他另外一个诉求的一个故事或背景 嗯再把我觉得我要放进去这个窗外的流动风景的这个景色嗯嗯 再用一个剧场的一个感觉哦把我要诉求的主题把它在合成拼贴的方式把它变成一个有讲故事的一个 对啊你这个里面有好多坐火车碰到不同的奇遇的哦这个就蝙虎侠嘛哦 那你还有的我们想要以后坐高铁是不是对面可以就出现一个蝙虎侠 出现一个美国队长 我另外一个想法就是说其实现在人生在大都会里面哦 可能你会觉得说坐在你对面的人到底他心里在想什么你也不知道 那有可能他心里现在他角色扮演就是一个蝙虎侠 哦所以你也可以把他想成是蝙虎侠或是自己想象自己是一个冰雪奇缘里面的Elsa 还有这个你看东京品专门这个是在嗯啊日本的这个电车 对就是三首线的一个他们那个最世界最繁忙的环状的那个环状的那个地下铁啊 东京地铁嘛哦对我这个题目叫做尖锋时刻哦 什么人都有对你知道的东西方的一个经典的一些经典卡通人物都在里面 对把他放到这个一个车厢拥挤的东京地铁车厢里面 还有麦当劳叔叔哦那这个要花很久耶 这件作品大概两个月的时间哦 啊你平常在干嘛都在看漫画 其实现在平常都是专业在创作 漫画是小时候在看 蔡卫瑞老师的作品好像90年后的艺术家哦 他的这个心里面住着一个小王子啊 而且他的这个绘画世界就真的好像小王子一样耶 进入不同的世界里面去探索而探索出了自己的这个故事 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虚拟啊的能力对不对 我们怎么样从你的作品当中找到自己虚拟这个创作的可能性啊 你看这个在车厢里面独角戏啊 是一只会打鼓的一只兔子一只兔子一个人在呃这是地这个是应该是呃 反正就是车子嘛火车啊火车啊火车啊火车的一个空间很有趣的那个而且好发人深省的作品但是呃也非常具有特色 目前在台湾有类似像您这样的作家做这一类的呃这么写实的这个你真的这个油彩作品的呃 同行吗我想应该是现在应该算是算比我年轻很多的啊 哈哈哈哈他们现在因为跟我们以前学习的环境不一样 不管是透过网路啦或是更先进的这些媒材啊 所以他们应该是大学毕业就有蛮深的一个功力 可以把这个描绘对象画得非常的精准 对很多人都是用电脑画呀你有没有试过用电脑画 我大概没有把我的这个时间花在用电脑因为电脑他可能创作的时间或什么会我是觉得说他会很快速的掌握一个基本的 那电脑跟这个手手这样一笔一笔画出来有什么上的差异呢 等一下我们来进广告请您请教曹老师好吗 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美丽的女生啦大眼睛 他把这个这个女女女女生画得好美好美哦 我跟你讲真的比那个冰雪奇缘里面那个姐妹还漂亮好多倍 马上回来了 为各位介绍的是曹威磊 这个老师他是有彩画家 这个专注于非常这个拟真的这些人物 他等于是把我们虚拟世界所熟知的这些人物 把他放在现实世界里面组合 变成一个王国 这个王国每一幅画都有主题都有深思的这个意涵 立刻回来咯 Coco早餐今天我们非常谢谢曹威磊老师 我们等一下再来请教曹老师 欢迎收听Coco早餐 好曹威磊老师曹先生的作品呢 现在正在这个内湖的鸡湖路的秋刀雨的这个一郎中心展出嘛 叫做非是不可 这是您的第几次的展展览了 好多好多次都 大概09元到现在是第14个展 哦是那也蛮难得的耶 所以你的展览大家不可以这个错过 现在在这个内湖的鸡湖路137号的 我们介绍过的秋刀雨的艺术中心展出哦 这个展览是到5月31号截止 从4月8号开始 总共展出多少幅作品啊 这次大概有16件作品 16 对 16件作品啊 你都是最新的吗 那里面又有布置一个特别的像个人工作室的一个空间哦 所以那个空间我会把我可能这个系列开始的时候的一些作品 把它放在那个小小的空间里面 让参观的观众感觉是说 可以感觉到艺术家在这个小小的工作室里面 真的很孤独在创作的过程哦 而且旁边都陪伴你的都是虚拟角色不是人 对都是我收集的一些玩具公仔 哦是哦这是你收集的啊 对里面 是你和所有的 那那些人物动物的角色 我是把它擬人化的一个方式来处理 放到一个现实的空间里面 你其他的这些玩具公仔你也把它画出来吗 对因为它是属于我这个很很听话的模特哦 我要他做什么动作 他就可以让我来去模拟他的一个形象 那你自己做过人物的 真实人物的这个绘画吗 那也有画过一些 但是因为我这个系列强调的就是虚拟世界 跟真实世界在这个现今的状况 是有点混淆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要传达的就是说像我这次的主题 Facebook当然就是取了这个我们搜寻网站的这个 那个谐音嘛哦 非是不可就非看不可的意思 对就是觉得说现在大家好像离不开了这个 所谓的平板界面的这个这个媒材哦 好像随时随地就想透过这个小小的这个平板的这个界面 想要去了解从全世界传来的各种讯息 因为一个平板在虚拟的这个世界里面 就可以有非常多真实的自我的互动这样子 对 那你要不要帮我们介绍一下 像这幅也很有意思啊 这幅叫做 这个叫做 明白之旅 其实我这个挪用了这个 知名的芭比娃娃 它是用澳大利贺本的一个形象 做的一个芭比哦 但它这个形象就是说 它穿的非常高高贵的那种礼服哦 头上戴了皮草的毛帽 对 还有很大颗的珍珠 耳环跟链子哦 对 那外面的这个景色我用的是在前几年在新加坡刚落成的 LV的一个旗舰店哦 它的旗舰店哦 对那当然 这个画面以外的故事其实是有点讽刺 现在蛮多都会的上班 我说一些不好的方面的一个想法 老爱做的事啦就赚一个月薪水就去买一个LV这样子 对可能是说 当然我的感觉是 当然是有点讽刺的方式啦 但是你把名牌之旅跟进化之旅 这两个臭角是放在你的画册里面隔壁邻居吗 其实谈的其实是 其实意思是相互印证的 是一个欲望的一个延伸 哦进化之旅 这个主角是谁 这是我们以前 我那个年代蛮名的叫霹雳猫的角色哦 它有很雄壮的这个肌肉 Muscle 对 然后红头发 红头发 外面的景色其实是一只在像柏牛那边常常可以看得到的牛奶壶的一只那个水母哦 嗯嗯嗯嗯对嗯 就你的这个世界 其实这个曹老师告诉大家 就算是你呃 现在的人类的生活受智慧型手机啊 或是呃这个iPad啊 MBR什么的影响 但是事实上光一个视窗 他的世界还是很很绚丽灿烂的啊你的世界就这样子啊 那我想是说因为现在我们太依赖或是说很多的事情生活上所需都透过这个简单的装置哦 嗯那我们都知道现在因为合成的这个技术越来越强大哦 所以就算你每天收到很多讯息但里面有些我们知道那不是真的假的 可是你没有时间去求证只是觉得画面非常的迅烂或是他讲的话题非常的有趣 嗯你可能就马上不加思索了就传给更多的人去分享 对 所以有时候就觉得说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是让我们搞不清楚的 嗯那你自己在绘画的过程当中情绪会变化吗 不同的主题会让你呃在情感上会投入 然后再投射到作品里面吗会有这种变化吗 我想我在创作的过程其实是一直是比较属于比较冷静型的 哦 我想是透过作品本身 你不会爱上你的主角 不会我是蛮抽离的 我觉得那个名盘之旅那个贵妇蛮漂亮的 还有很多很多那个你画的这里面好几位他都是大眼睛 然后这个很美丽的主角啊对不对 那你最喜欢是哪几幅作品 那现在主持人现在看了这个那个 这个啊 对这个是男生很喜欢的这个黑武士哦 他也是坐在高点里面 但是窗外的景色是阿拉斯加 原来是冰天雪地 我把它变成是一个 你居然把 哦你想象冰天雪地 变成一个那个 绿草如荫了 就是讲环保的一些议题 哇好棒哦 当画家好好哦 可以随手画出你的这个心中的这个角色 你总有一天会把你自己也画出来 因为我觉得你自己也蛮像卡通的 对我一直想能够入画里面去 哦我们下次看到你画出你自己 曹文瑞老师的本人的卡通画对不对 是 你觉得你应该带上什么样的设备 我想我我蛮喜欢熊的东西 所以可能会有点拟人画的一个熊 好我们期待 曹文熊 恭喜你 恭喜您的作品 也谢谢您 哈